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示弱 当地医疗系统不升负荷 甚至爆出有医护人员 因为防护装备不足 要用垃圾袋自制防护衣 结果染疫身亡的新闻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认为 口罩短缺是美国认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众多荒谬里面 最令人不安的一个 一次性口罩、护目镜、手套和防护服等 本来是减缓新冠病毒大流行 可以采取最便宜、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成本亦比呼吸机、医院床位便宜得多 作为一个国家 没有计划应对这种完全可以预见的短缺 没有为医护人员采购足够多的安全装备 实在是一个惊人的疏忽 如果这么小的事就搞乱了一个国家 是多么丢念 文章批评这种疏忽背后 涉及美国资本主义的病态 就是海外低成本制造的兴起 以及没有从国家层面 和医疗卫生行业的角度 认真考虑降低成本所带来的一连串潜在问题 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政府介入 立刻鼓励全球和国内生产这些设备 奇怪的是虽然有部分企业自行转型 但是总统特朗普到现在一直拒绝下令企业生产更多器材和设备 在如此显移意见的事情上失败 暴露了这个国家在做最坏打算方面的无能 美国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例 已经超过中国和意大利 总统特朗普也质疑中国可能报假数 法国世界报评论认为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令到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大国的话 今次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地位 尤其是美国政府在处理疫情上的灾难性策略 令到它世界舞台的可信度丧失台尽 评论指出 美国在自身南部的前提下 根本无瑕顾及欧洲以及其他国家 相反中国掌控全球的货物供应 是今次疫情的一张关键的王牌 当然中国官媒不断宣传中国的对外援助 但欧洲对中国的援助却是赤字不提 还极力向外界传播病毒可能来自美国 导致美国立即反击 从此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评论有提到 中西体制同样存在疫情初期缺乏准备 不过西方医生不会突然受到打压 中美新冠冷战开展 最终六死谁手目前尚是难以预测